突然這一餐好不好吃 會決定我一天的心情 如果這個在我的第一 就那一餐出現 我會有點神奇 看不懂 看不懂 我們真的玩不膩 我們真的玩不膩 我在黑色的小 完全不知道 啊! 瑞克咬死 好慢 我是老 他是老物 他太久沒有跟年輕人拍片了 所以他沒辦法get到那個梗 你知道他眼神透露就是說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一直拍去到Holy Share 他就會懂那個梗 因為我就會很常在上面用這樣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吃的是 拿布里出的新品 他出的新品是什麼 大腸包小腸披薩 對 大腸包小腸披薩 他也學壞了 他開始學披薩哈了 你知道他下面就寫一堆說 拿布里也學壞了 因為他們平常不會這樣 對 通常都是披薩哈在亂搞這樣 可是有時候披薩哈亂搞還蠻好吃的 好啦 那多少錢 我有幫你們加雙費起司跟酥皮 這樣就是 349加120 449 所以他原價是349 對的 大的349 還算便宜 還算OK 因為畢生客買大送小 快要1000多 這麼貴嗎 畢生客滿貴的 完全沒有叫披薩的 來 給大家看一下 喔 哇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很花俏耶 我印象中的大腸包小腸 是大腸然後裡面再夾 對它是大腸跟小腸分開 這個叫大腸混小腸 是大腸FIT小腸 對是大小腸拼盤 它沒有把它合在一起 沒有包在一起的概念 好 那那個黑黑的是什麼 喔 那個啦那個什麼菜 那個 牛肉麵裡面會加那個菜 酸菜 酸菜 來吧 一人哪一個 鬼東西啊 欸 有時候意外的蠻好吃的 吃蝦圍魚披薩不好嗎 我比較喜歡吃海鮮 我不喜歡吃海鮮的 蛤 欸 然後上面有很多 不知道是什麼粉 這味道聞起來也好奇怪喔 怎麼這個味道會出現在披薩上面 那聞起來就是那個 就很台式的菜味 我覺得是菜 那什麼酸菜的東西 就酸菜的那個味道很重 いただきます 不太好吃 好直接喔 我的天啊 吃我難得吃我覺得 真的不太好吃 我的表情就是有點一言難盡 有一點 它有點甜 它甜應該是它的酸菜 甜不是酸菜吧 甜不是酸菜吧 甜是它的那個底料的部分 就那個餅皮 通常底都會有點甜 你說上面的 對 也不曉得它是叫梅奶 上面是不是有上糖 那是不是糖 你說那個一粒一粒的嗎 應該是吧 然後這是花生粉嗎 對 它是糖 它上面灑的是不是有花生粉 對 花生粉跟糖 對啊 那個一粒一粒的不知道是不是 花生粉跟糖 我剛剛有甜一下 欸我發現我還沒吃到大腸 不過還沒吃到大腸 跟小腸 對不對 那你們現在吃到什麼 都在吃餅皮 我們都在吃酸菜 真的沒有很好吃 它酸菜超多的啦 它全部都是酸菜 然後你吃前半條 會吃到酸菜跟它的起司味 可是它起司味又沒有很重 好吧哪裡有起司味 一點點而已 因為它有加雙倍起司欸 可是它起司味超少 都被酸菜蓋過去了吧 媽的 我很想在吃那個 那個叫什麼啊 一個白色的 然後裡面會加酸菜啊 一堆有的美花生粉 那我忘了知道 你要講什麼 掛包是不是 對 掛包 對有點像那個味道 如果它是掛包披薩啊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它不是夾起來 是攤開的 對欸 如果硬要講 它比較符合掛包 對啊 因為尤其是那個花生 真的是太掛包了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要放花生 還是啊 不覺得花生 很難吃 你吃到的嗎 我吃到香腸 那你覺得怎麼樣 給我香腸 吃下去更正實的 這是大小腸拼盤 不是大腸包小腸 那我們 夾手套三 一起給它一個 一到十分給它一個評分 哇 來 一二三 四分 五分 我真的覺得不好吃 沒有我會夾想一個情況就是 很餓 然後要吃今天的第一餐 突然這一餐好不好吃 會決定我一天的心情 如果這個在我的第一 就那一餐出現 我會有點生氣 我會覺得 我去吃滷肉飯好了 給大家看 它酸菜一大堆 超多 它酸菜有多多 你看它這個裡面 好像是酸菜 我覺得有部分是我本身不喜歡吃酸菜 我吃牛肉麵是不會加那個的 我是會加啦 但我覺得這個有點拔 欸它好花生欸 你說它的大腸裡面還有花生粒 變三分 呵呵呵呵 我不喜歡吃粽子 尤其是裡面有花生的 我會更生氣 它這個裡面給我放花生 你是說一顆的那種嗎 對 我剛剛有吃啊 一身土豆 你是說 喔 土豆 你是不是不知道是那個 你是不是不知道是那個 我覺得你們今天是來製造我的酥離感 沒有 找我來拍片 但是我覺得離你們好遠 真的不好吃 我覺得酸菜是一大白皮 然後再來是花生粉跟糖 如果它單純的放香腸跟那個米腸 是不是好一點 我還沒吃到米腸 我這邊上面只有一塊米腸 它還在這裡 OK 好 我要吃吃看米腸 哇 咬到米腸 更難吃 因為米腸它本身的口感就是 是糯米嗎 對 是糯米 就比較黏 嗯 比較稠 然後再配上這個口感就 超奇怪的 你想像一下你在麵包裡面 加糯米糰 然後一起咬 那到底是什麼口感啊 我覺得加酥皮是浪費錢 我覺得 一個大敗筆就是 不要酸菜 它少要酸菜應該會加分 剛咬下去的時候 甜甜的覺得好像還行 但是越咬有一種 酸菜味越來越重 它整塊就變酸菜披薩 這是掛包披薩 它不是大腸包小腸 如果這個直接講 這是掛包口味的 我完全覺得可以接受 那如果講說今天品項是掛包披薩 你會給它幾分 還是四分 還是一樣 因為它有放大腸包小腸 五分還三分 可是它有放土豆 三分 可是你每次要土豆 印象分三分 實際上四分 好低喔天啊 你要吃吃看嗎 我覺得你們吃吃看 我吃一口看看 你吃一個看看 你們吃吃看 怎麼樣 我滿喜歡的 真的假的 你喜歡 我會給到7.5 太高了吧 哇 那你咧 它在一言難記 六分 五分 五分 五分是一般標準嗎 沒有六分才是 六分是幾格 六分是幾格 那我會給它八分 怪人 他很喜歡吃榴槤怪人 來我們下一個 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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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接下來 這個是那個 漢堡王新品 這個是 這是同樣口味啦 這是他們兩個 什麼口味啊 花生香菜 掛包烤牛馬 掛包真的來咧 我們剛剛講掛包 掛包馬上就來 然後這個的話是 紅心巴勒氣泡飲 上面應該是巴勒 然後那一個是 古早味花生香菜聖代 花哲香菜聖代 對 花哲香菜聖代 就花生捲冰淇淋聖代啊 看起來就差不多啊 它只是沒有餅皮 它只是中間變香草冰淇淋而已 對 這是那個 漢堡王他們出的 現在的那種 就是 古早味 所以這邊都是 香菜香菜香菜 啊對 啊討厭香菜的 就GG斯米達了 沒錯像那個 四網膜跟豆苗 就可能不太會吃這樣 他們會瘋掉 來給你移了一個 還好我們很久以前 有做過一個 香汁香氣 用香菜 我覺得那個還OK 那個很好喝耶 那還蠻能接受的 等一下這個噴出來的 醬是什麼 是花生醬嗎 不是應該是起司吧 這邊側面有蠻多的醬 哪有起司哪是這個醬啊 為什麼你的醬那麼少 對啊為什麼 給大家看 我稍微攤開給大家看 它就是 香菜有一片 有一片肉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跟大量香菜 然後還有一點醬 這樣 沒有啦搞不好我的醬是 全部擠到邊邊 果然沒錯 對醬是全部擠到邊邊 來 吃吃看 真的是掛包耶 好好吃嗎 嗯 但是 我不曉得是不是 花生醬如果沒有整個 漢堡 都有那個味道的話 可能後面會變不好吃 啊我懂你意思 我現在吃的好吃是因為 我花生醬很濃郁 我很快樂 所以你要不要先給他一個 出印象分數 出印象分數 現在有到七到八吧 六到七 因為他花生醬好濃 花生醬我還好 所以花生醬好濃 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是好的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還好這樣 它有一個缺點 花生醬太濃 所以它的肉沒有味道 肉本身真的沒什麼味道耶 我完全沒有感覺到我在吃囉 因為它的香菜也很 味道也很重 花生醬也很重 肉白白 肉白白 可是這個不會讓我有一種 很違和 我到底在吃什麼味道 因為它很明顯 它就是掛包 對 我覺得如果把花生醬 改成花生粉的話 這一個應該還會再加分 要確定耶 味道很重 我喜歡 可是你不覺得沒有肉味 不care 那一點屁喔 這多少錢 這樣漢堡一個單點 99 99耶 你會買嗎 好貴喔 有點貴對不對 如果80 OK 啊 100 我不喝可樂 我不喝可樂 套餐飲酒 套餐飲酒 加飲料跟薯條嗎 小可小薯醬 欸 那好像還行耶 那好像還行耶 我覺得是因為我不愛吃那個 花生醬的關係 我覺得 唯一可惜點就是 肉味有點被蓋過了 因為我覺得漢堡王的肉都很香很好吃 他們都會有那種炭烤味 之前吃一系列都有這樣 天啊變水了 你們太久了 還好 那個就是花生捲冰淇淋 配料應該是基本上一模一樣 嗯 怎樣 有點不一樣耶 它就少一個餅皮而已 不要騙 不是不是 不一樣是因為冰淇淋本身的問題 平常吃的花生捲冰淇淋 它是一球一球 它都是一球 就是那種顆粒感很重的那種冰淇淋 好吃 它便宜就在口感吧 就是 沒有餅皮 它是那種 對 燒了皮 然後它是那種擠牙式的冰淇淋 然後外面 花生捲冰淇淋是比較硬的 可是都蠻好吃的 欸 是不是什麼東西都只要加香菜跟花生粉下去 就會很中式很台式啊 加花生粉跟香菜好像都蠻台式的 酸菜也是啊 這個我們給它分數 來 3 2 1 8分 差不多7吧 因為我蠻喜歡吃花生捲冰淇淋的 之前球球做過一個超大的 我生日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花生捲超大的 超好吃的 我吃了兩個禮拜 吃太多 吃多大 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好酸 那是什麼 這應該是拔辣吧 紅心拔辣對不對 對 它有紅心拔辣味 紅心拔辣味 紅心拔辣跟一半拔辣差在哪裡 紅色 我懂了 我覺得就飲料啊 但那個拔辣味很重 紅心拔辣汁還蠻好喝的 紅心拔辣味非常的重 這一杯多少 可是我覺得應該很貴 售價65加購價是59 59這個喔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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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到10分來 3 2 1 8分 我在考慮7還是6 我覺得這樣7號蠻好喝的 紅心拔辣真的好好喝喔 好喝 有點意外 而且很古早味的感覺 這很像我走去鄉下會有賣 路邊太陽麥會賣的 鄉下買的可能不會有氣泡而已 喔對 我覺得 漢堡王給我的體驗OK 拿布里就 拿布里是什麼比較好吃 炸雞是不是 對 那你專心做炸雞就好了 可是它是披薩店 被披薩當務的炸雞店 它這個搞法真的不行欸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好吃 像它就滿喜歡的 滿喜歡的 然後它還有一股甜味 那我就不太喜歡那種感覺 可是有些人喜歡吃酸菜 可能就喜歡這樣吃 就OK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感謝黑仔熊陪我試吃 變胖囉 還好吧這樣 還好啦 其實我們也沒吃多少 好啦 那各位觀眾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訂閱的喜歡 可以訂閱宰雞東北更新的頻道 然後按讚我們兩個粉專 最後我們兩個是GREEP 那有想要發什麼那個 拍攝或者是發一些導播的話 可以找宰雞這樣 直接試它粉專應該就可以了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